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3月24日 今天看到海外的看中国网站 发表的这个文章 动作挺快 习近平在福州考察 这个先后到这个叫郊野福道 还有三访七项 历史文化节考察 也来到了这个沙县小吃 去看这个沙县小吃 这个消息看中国网站 很快的报道了 讲到这个消息 也就是23号 我们知道这个福建这个三名 沙县小吃很有名 叫沙县小吃第一村 习近平到了现场 根据网上讲的一段视频 习近平进行了一次 精心安排的表演 可惜是事前的功课准备的不足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习近平首先来到这个地方 第一个 你说也不下雨 打一个伞干什么 人人都打着伞 遮阳伞吧 怕晒太阳 给皮肤晒黑了 你首先这个就有点丢人了 阳光都怕晒 你还能做什么 是不是 这个而且伞吧 这个颜色还不一样 它里面是黑伞 别的伞是蓝色了 等等 看中国网站讲的是 皇帝大臣区分明显 而且提出了这个问号 晴天为什么打伞 我可以告诉你 他是模仿毛泽东 毛泽东不讲了吗 和尚打伞 无法无天 习近平之所以在现在这个 这个以美国为首的 恩格国家自由联盟 为最堵截的时候 形势非常危急 到这等来 游山反水 你看一会儿喝喝茶 到茶厂看看茶喝喝茶 一会儿和彭丽媛两个 坐着这个批花艇游一游 也真是这个 经常讲的 宫女不知王国恨 是帝王不知王国恨 大难来临了 还在那轻松 这等于是 等于得撞一撞 学习毛泽东 我不在乎 我这是叫什么 就是访问 毛泽东不从容不惑 闲庭散步 所以这时候再来 看个小吃的地方 这有意思 见到这小吃妇 就小吃这个摊 上面摆这些 什么春卷 这东西 这个习近平竟然有意思 问他你这个春卷 是什么馅的 那就说明他不懂 是不是 然后这个 这个摊主说 粉色肉和香葱 其实谁都知粉色肉是香葱 村卷不是这样做的 你不光是杀蟹呢 全国各地的村卷都是这样 连加拿大在这个地方 你到唐人街去 他有村卷也是这样 加点粉色什么的 是吧 回答的时候 这时候还听到这个话外音 你往前面来一来 一看记者都准备好 要拍照 习近平 问春卷皮是哪种米面做的 可见他根本都没干过这个活 也不了解深刻 在这个福建搞了十几年 是吧 图有其名 摊主说 面粉 面粉做的 沙线特制的这种 习近平 这也不砸了 是吧 砸不砸都不知道 这个是没砸的 还有一种 一块是砸的 砸的也有 有两种口味 习近平指着七种的一块 一块食物说 这个呢 叫金包银 再指向另一个叫小笼包 继续说 这有不少品种 紫菜的很好 这个确实啊 群众喜欢这个 一顿饭花个十块钱 二十块钱 就吃饱了 旁边有个官员说 这官员可能就是那个引力吧 他说 这叫国民小吃 还有介绍的人说 既可当美食 也可以当厨师 习近平说 现在全国能够流行的 一个是杀银小吃 一个是兰州 拉面啊 至于其他的小吃 习近平事故就不知道 他钻脸 钻脸问旁边的官员 还有什么 官员说 黄门鸡米饭 习近平表情不知道哪里的 有个官员说 煽动 习近平说 煽动 将来关注一下 接着 指着 当下的谭卫说 这是 还是你们的有名 你看 关键最后这句话 习近平讲漏了 他指着 谭卫说 当时我在福建的时候 就是这样推广这个东西 首先向全省 然后向全国推广 网友们 指气 是大白政绩 自我吹嘘 王普卖卦 自我吹嘘 但是不要忘了 已经讲漏了 你连那个粉丝 什么肉啊 这怎么做的 这个 你这个 都讲不清楚 怎么能说自己是 这个当年推广的 是吧 推广的时候 也是稀里糊涂 推广的 如果上了以后 能够亲自讲了 这个 春卷啊 是由粉丝肉 香葱 做的 有一种可以砸 有种不砸等等 能讲得非常的内行 你然后再讲一下 这是我推广的 可能别人相信 你讲到这个程度 后面就不能再讲了 对不对 确实很丢人的 确实 所以这个消息 发布之后 我看 看中国网站 引用了 网友们的议论 你看议论非常有意思 是这么大的领导 不干正事 喜欢当演员 整天拍戏 是耍猴吗 帮我们当着猴耍吗 看着他那样子 再看他出的 各种荒腾政策 政策 把国家弄成这个样子 在全世界面前 像小楚一样 用一种莫名的喜感 这个人 还有一个人 各有意思 算了一笔账 他说 习主席 群众吃这个东西 十块钱 二十块钱 一顿 就饱了 你算算账 十加三 十乘三 再乘 三百六十五 三百六十五天 等于一万零九百六十块钱 每个月 九百一十二元 他说 李总理 六亿人 月收入不到一千元 结论 习主席收入高于 李总理 他嘲笑 说就点十块钱吃饱吧 不是要勤俭接约吗 前几个月 还要十几个人 点八个的菜 说镜头里边 三秒 那个清理 同道的变异的脸 才是中共真正的 猙獰面目 他讲的是那个 保镖嘛 对不对 随身带的 我估计他带这个 打这个伞 刚才我说开玩笑 实际就是为了 这个防身 他就担心别人 能够暗杀他嘛 你打个伞 怎么脸身不挡住 对不对 你一旦有这样的人 在暗处开枪的话 你瞄不准 对不对 你打什么这样 瞄不准 他是这个意思 另外还有一个 你看他和李克强不一样 李克强 没到这个时候 也是演戏啊 最起码 裤袋里 放点零钱 放点线炒 马上买一点 回去吃一吃 最起码还敢买一点 回去吃 习近平不敢 怕别人下毒 他拿着吃 说他点了半天 那个摊主 就希望他能买一点 他也不买 也不可能白给他 给他又不好看 是不是 觉得占便宜也不好 所以很尴尬 这种表演 就非常的拙劣啊 所以说 习近平虽然说 在1985年 就出任了 厦门市副司长 两年后和彭旅然结婚了 然后就是出任宁德市委书记 辅助市委书记 99年是生长 到2002年10月 习近平辗转这个浙江了 前后在福建工作17年 真没有真正的深入群众 今天一下露了底盘 就像那个线一样 露了线 这是可笑啊 另外还有他到这里来 放心 也是考虑安全 为什么 因为蔡奇是这个人 当年的市里的领导 你看 根据网络的消息 1983年 蔡奇呢 任福建省委办公厅综合处副处长 87年转为正处级 91年任福建省政改委副主任 党建办主任 那后来他担任了呢 这个陈光毅的秘书 就省委书记 他的秘书 当陈光毅的副主任 时间是93到96 94年他下派 就到这个三明寺挂置副书记 94到97 他这个96年9月 他正式出任三明的副书记 97年他担任了三明寺的市长 也就这个地方的官员都是蔡奇 蔡奇是个典型的马屁精 虽然没到现场肯定给习近平安排的利利索索 保证没有人想琢磨习近平 尽管这样习近平也是害怕 还打一个伞 而且黑色的伞 是不是 把自己裹得远远远远远远的 这真是滑稽可笑 那么今天的海外期谈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 谢谢 好